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拿起条皱打扫干净 转身离开了房间 他这次一定要和许三离婚 他受够了 丽娘和许三原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他们相识于为目 清平年间 何希俊 李家庄 一大清早 许三便下了地 眼看快到晨午 他摸了一把汗 从怀里掏出一块硬饼 走到田边准备吃点东西休息 邻居王老头 叼着一根汗烟走了过来 坐在了他的身边 三啊 一大早就来地利了 王老头巴搭了一口汗烟问道 许三咽下嘴里的硬饼 喝了一口清水道 是二王叔 得想办法赶快把这块地里弄完了 忙得很 王老头看着壮实有黑的许三 心里越发满意 他说 三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就没想着澄清 要是看上了哪家闺女 跟叔说 许三笑了 咧着嘴道 叔 别开我玩笑了 就我这条件 哪家姑娘看得上我 王老头嘿嘿一笑 说 现在正好有一门亲事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镇上卖烧饼的丽娘你知道不 许三仔细想了一下 知道 您是要给他说亲 王老头道 是的 丽娘行贿 父亲残疾 母亲身体不好 还有一个弟弟年幼 家里全靠他一个人卖烧饼撑起来 他托我给他找个老实的人 你要是愿意 我给你说没 你要是看不上他 我再去找别人 许三一听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当即点着头道 我愿意 就别麻烦您老再跑二家了 傍晚 王老头家 许三穿着一心 见到了坐在厅堂里的丽娘 丽娘穿着一身粗布衣裳 虽然有些旧 但是却干净整洁 许三看了丽娘一眼 丽娘似乎有些察觉 冲着她微微一笑 然后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王老头一看有幸 就主动撮合道 丽娘 许三这孩子不错 她是肯干有孝心 绝对不是街上的二混子 你要是跟了她 我保证她会好好待你 你说是吧 许三 说完 王老头看了许三一眼 许三心领神会 说道 放心 丽娘 我许三别的不敢保证 但是绝对会对你好 我也有靶子力气 以后会照顾你和你父母 还有弟弟的 丽娘抬起头 看了许三一会儿 然后说 嗯 王老头健壮大喜 大声道 好了 这时就算成了 老头子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了 此话一出 许三和丽娘都不禁有些脸红 接着 在王老头的主持下 二人继续商议好了结婚的日期和婚礼事宜 直到半夜才离去 许三先把丽娘送到了家 然后自己才回家 不一会儿 王老头打开了大门 丽娘趁着夜色赶来 她掏出一个小荷包 到初三十枚铜钱道 谢谢王叔帮忙 王老头笑咪咪地收了钱 说 许三这人不错 你们以后好好生活 丽娘点了点头 又转身走进了夜幕中 成亲之后 许三搬去了镇上 和丽娘住在了一起 许三承担起了 沿街叫卖烧饼的工作 每天起早贪黑 勤勤恳恳 淡得起劲 丽娘则更加卖力地做烧饼 有了许三的帮忙 生意逐渐好了起来 在卖烧饼之余 许三也会抽时间 去照顾丽娘的父母 俩人的生活虽然过得普通 但是却很温馨 不过 很快许三就发现了一丝一样 丽娘的弟弟攀驳年纪不大 正是读书的时候 她很懂事 对自己的姐夫 姐姐都很尊敬 每次去学堂 丽娘都会捡刚做好的烧饼 给弟弟带上 晚上回家 会替弟弟做好饭 打好洗脚水 直到弟弟休息了 她才会回到屋里休息 许三心疼丽娘 说到 潘伯今年也有15岁了 以后像打洗脚水这样的事情 就让她自己来吧 你多休息 丽娘摇了摇头 不行 我父母身体不好 潘家就这一根毒苗 可不能累坏了 以后她还要给潘家光宗药组呢 许三说不过娘子 只好作罢 毕竟她们才是一家人 如果说多了怕遭丽娘嫌弃 但是她的心里不是很痛快 偶尔就会去酒馆喝一点酒解闷 当然 丽娘也从来不拦着她 这一天 许三又走进了小酒馆 点了一壶酒 一碟花生米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坐在了她的对面 许三看了她一眼道 兄弟 你有事 男人笑着说 许兄弟 我叫程兴 刚搬来没多久 住在街角13号 许三拱手道 程兄弟 既然来了 就一起喝一杯吧 小二 在家壶酒 不一会儿 小二就端了一壶酒 喝几滴菜过来 程兴说 这顿酒我请了 许三想要说点什么 却被程兴拦了下来 许三和程兴碰着酒杯 一边聊天一边喝酒 过了一会儿 程兴突然问 许兄弟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是还没成家吗 这一问 让许三心中泛起了苦意 她抱怨道 早就成家了 可是过得憋屈啊 说完 她就像程兴大到苦水 把自己与丽娘结识 每天辛苦干活 以及丽娘对弟弟过度溺爱 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 程兴听着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红光 等到许三诉苦结束 程兴寻寻善又道 许兄弟 你也太给咱们男人丢脸了 许三有些喝高了 眼睛一瞪道 我怎么丢脸了 程兴说 男人是一家之主 你累死累活地干活 到头来挣的钱 全都被你夫人贴补给了自家弟弟 最后能落得下什么 许三心里一惊 很快又泄气道 这个家毕竟是丽娘的 我哪有什么权利说话 程兴说 错了 俯伟七刚 你就应该当家做主 说完 她的眼睛里又闪过一丝红光 许三听后不再说话 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 等到酒馆打烊 许三和程兴分别 一身酒气地回到家 丽娘刚从弟弟房间里出来 看到丈夫回来了 说了一声你回来了 快去洗洗睡吧 然后转身就进了房间 许三一时怒气 冲进了房间 丽娘被吓了一跳 诧异地看着许三 他说 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 我弟弟快成年了 我准备给他说一门亲事 给他买一套房子 咱们这两年攒的钱够用了 许三听后 彻底愤怒了 他怒吼道 什么都给你弟弟 那我算是什么 免费劳力吗 你算盘打得真好 丽娘冷静地看着他 当初你答应照顾我父母和弟弟 我才同意和你成亲 这才几年 你就准备反悔吗 许三气得脸通红 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把门一摔 去了厅堂 从这天以后 许三就和丽娘分房睡了 谁也不理谁 许三每天仍然会叫卖烧饼 但是去酒馆的时间更多了一些 有时候 索性就在酒馆里睡了 弟弟攀博看到姐姐姐夫不合 对姐姐说 姐 你和姐夫怎么了 丽娘摸着弟弟的头说 没什么 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 床头吵架床尾合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潘博道 那就好 姐夫那人挺好的 你也别太酱了 丽娘笑着说 弟弟长大了 知道关心人了 你放心 姐姐心中有数 傍晚 等到许三回来后 丽娘主动给丈夫打了洗脸水 许三有些莫名其妙 娘子怎么转性了 她正要说些什么 丽娘已经抱住了她说 夫君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和你支气了 你原谅我吧 感受着娘子的体温 许三的心有些乱跳 她咽了一口口水说 好 丽娘伺候许三休息 许三又有了初次 见到丽娘时候的冲动 她在床上转了个身 抱着丽娘 在她耳边轻声说 丽娘 我们要个孩子吧 丽娘的身子微微颤抖 笑着说 好啊 但是得过一阵 等我弟弟成亲之后 咱们就有时间了 这次矛盾结束后 许三和丽娘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生活 许三依旧每天勤肯干活 丽娘还是很关心弟弟 不过同时也会关心许三 这让许三心里十分感动 一天 丽娘做完家务后 拎着一桶脏水出门 打开门没注意 水桶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溅出来的脏水打湿了她的衣角 丽娘急忙放下了水桶 连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 只听这人柔声道 你是许三兄弟的娘子吧 没关系 不碍事 丽娘不由地抬起头 看到了一个温文尔雅 面若攀安的男子 丽娘的心顿了一下 迟疑道 你 你认识我夫君 男子笑道 当然认识 我常和许兄弟一起喝酒 也常听她说你十分贤惠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丽娘不好意思道 那你进家来吧 我给你擦一擦 男子摆了摆手说 不碍事 嫂子你忙 程某告辞 说完 拱手离去 眼睛里闪过一丝红光 丽娘想要叫住程兴 却始终没有喊出口 但是她却把程兴高大俊朗的样子 记在了心底 晚上 许三回到家 丽娘给她倒了一杯热茶 许三端着茶杯 慢慢地饮着 感觉十分舒坦 丽娘在一旁忙活 不经意地问道 夫君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姓程的人 许三回答 你是说程兴兄弟 我们经常在一块喝酒 你知道吗 丽娘按道 原来她叫程兴 很特别的名字 嘴里回答说 今天到脏水的时候 不小心弄脏了她的衣服 她说她认识你 许三窝了一声 毫不在意道 没关系 我们很熟 改天请她到家里做客 说完 她回了屋里倒头就睡 丽娘有些不满 不过听到要请程兴 来家里做客 心里静音也有些欢喜 第二天早上 许三正要挑着 卖烧饼的担子出门 丽娘拦住她说 你可别忘了 许三想了想 问道 别忘了什么 丽娘一瞪眼 当然是请程兄弟来做客了 我只好给她陪个不是 许三心想 原来是这事啊 于是就漫不经心地回答 好 知道了 许三在街上忙了一整天 晚上回到家 丽娘问道 你跟程兄弟说好了吗 许三心里面一慌 糟糕 忘记了 不过嘴上却是说道 说了 就明天晚上 你好好准备一下 丽娘听了心里 竟开心了几分 看丈夫都顺眼了很多 她给许三打来洗脚水 夫君 今天我好好伺候你 隔天在酒馆里 许三找到了程兴 拉起她说 程兄弟 别喝了 我娘子想要给你赔罪 准备好了一桌子菜 快走吧 程兴道 这怎么好意思呢 许三道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 按理说也该请你去家里做客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说完 替程兴结了账 拉着她回了家 在家里 丽娘早就准备好了一桌韭菜 并且化了妆 明艳动人 许三和程兴到了家后 丽娘招呼他们落座 先是给程兴郑重道歉 接着就回了屋里 许三对程兴说 我娘子有些害羞 咱俩喝 许三和程兴在厅堂 宫丑交错 丽娘透过门缝悄悄观察 程兴的一举一动都落在她的眼里 在她眼里 程兴是那么的完美 行为举止都恰到好处 尤其是那优雅的气质 把她和丈夫许三一比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天以后 程兴会经常来串门 一来二去和丽娘也熟悉了起来 这一天 趁着许三外出 程兴又来拜访许三 敲开门 程兴道 嫂子 许兄弟在不在 丽娘回答 夫君不在 你先进来坐坐 她一会儿就回来 程兴进了门 和丽娘聊了起来 突然 丽娘叹了一口气 程兴善解仁义地问道 嫂子可有什么烦心事 说出来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丽娘道 还不是因为我夫君 程兴饿了一声道 许兄弟出了什么事情吗 丽娘道 也没什么 就是她总是爱管着我 我就只有一个弟弟 想对她好一点 可是夫君总是很不满 认为我亏欠了她 爱 给你说这些干什么 静天堵了 程兴笑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这是程兄弟给我说过 丽娘问 他是怎么说的 程兴有些为难道 这话说出来怕是有些不好听 丽娘说 没事 你说 我不会说出去的 程兴说 许兄弟说 当初娶你就是为了过好日子 没想到你还带着一个拓油品弟弟 自己累死累活地挣钱 最后全给了你们家 眼见丽娘面色一变 程兴眼中闪过一丝红光 道 是我多嘴了 不该给你说这些 丽娘冷笑一声说 怎么会 还要多谢程兄弟你 否则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心思 我说他之前为何发弄 原来早就包藏祸心 程兴道 我也是不想欺瞒嫂子 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你的 你弟弟又是家中独苗 做姐姐的帮衬一下 又有什么问题呢 许兄弟就是心眼太小了 这话说到了丽娘的心肯而上 他柔声道 谢谢你成兄弟 以后多来家里坐坐 晚上 许三回到家 丽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端来茶水 许三洗漱好后 回到屋里躺下 说道 爱 今天可真累啊 丽娘 帮我揉一下腿吧 酸死了 丽娘冷冷地看着他 说 我要给弟弟讨一门亲事 还是按之前说的 买个房子给他 许三一听 猛地坐了起来说 之前不是说这事以后再说吗 急什么 丽娘道 我赚了钱当然要给我弟弟 不能亏了我们潘家 许三蹭地一下站起 怒道 那我算什么 你家长工嘛 你有没有为咱们俩的生活考虑过 丽娘哼了一声 我这时通知你 这个铺子本来就是我撑起来的 给我弟弟安排好生活以后 再考虑咱们的生活 说完 丽娘转身走了出去 留下许三在那儿游火无处发 从这天开始 许三和丽娘又进入了冷战 许三又开始在酒馆里酗酒 经常整夜不归 诚心陪着许三喝闷酒 许三阴隐而尽道 兄弟 你说的没错 我应该为自己考虑了 诚心眼里红光一闪 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许三说 他果然心里只有他的娘家和弟弟 没考虑过我 甚至没有考虑过他自己 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诚心道 男人就该为自己做主 来 不说了 喝酒 宿醉之后 许三依旧早起干活 只是到了街上叫卖时 连里看他的眼神有点儿奇怪 许三想上前问一问 但是一看到他过来 聚集的人都散开了 许三很奇怪 慢悠悠地在街上走着 竖起耳朵想听点儿消息 在要拐过一个街角时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你们听说了吗 潘家娘子瞒着他老公在外面找了个男人 有人问 潘家娘子 那人回答 那人回答 就是卖烧饼的丽娘 他夫君许三可真是个冤大头 成天辛苦卖烧饼 一个好都没乐着 娘子都快跟人跑了 许三天后怒火中烧 转身往家走去 路上 成心向他打招呼 许兄弟 忙着那 许三从他身边走过 冲耳不闻 成心微微一笑 许三快要走到家门口时 看到丽娘正好送一个男人出来 她有些难以置信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 欺骗感 屈辱感 一时间涌上心头 许三在酒馆里喝了半宿的闷酒 等到酒馆打烊后 她醉醺醺的回到家里 推开房门 丽娘已经休息 许三怒从心起 猛地朝床上扑去 丽娘被吓醒了 看清楚是许三 闻着她身上的酒味而道 你干什么 吓我一跳 许三道 我们生个孩子 丽娘怒了 不是说等我弟弟成亲后再说吗 你急什么 许三悠悠道 等你弟弟成亲 然后你才好把我踢了找新人吗 丽娘慌了 匆忙到 你胡说 分明是你想用孩子拴住我 谋得我的家产 许三此时酒精上头 再也听不进去什么 一夜过后 床上有些凌乱 白日里 丽娘没有理会许三 许三自知昨晚冲动 也不好说些什么 在许三上街卖烧饼后 成心又来到家里拜访 一见面 丽娘就哭得梨花带雨 成心着急道 嫂子 发生了什么事 丽娘扑进了成心的怀里 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许三的行为 成心眼里闪过一丝红光 用手抱紧了丽娘道 许兄弟也适合多了 你不必介意 在成心的安慰下 丽娘的心情好了很多 同时对成心也有了更多的好感 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决定 晚上 许三又是一身酒气回来 丽娘冷冷地看着她 说 你以后别喝酒了 许三怒道 不喝酒干什么 给你弟弟端洗脚水吗 丽娘道 别总拿我弟弟说事 我只有这一个弟弟 把好的东西都给他有什么不行 你不过是一个外人 许三听到这句话 瞬间酒醒了不少 他忽然伸出手 给了丽娘一巴掌 丽娘捂着脸 心里没有了一丝愧疚 许三看到丽娘的眼神 心中也生出了一丝冷意 道 如你所愿 我走 说吧 把桌子上的酒杯扔到地上 啪的一声 酒杯破碎成渣 许三回到了李家庄 路上遇到了王老头 王老头道 三啊 回来了 许三笑了笑 没有说话 和他擦肩而过 王老头哼了一声 低声骂道 才过两天好日子 这就看不起人了 真是个白眼狼 丽娘找到了成心 跟他说了许三的事情 然后温柔地说 我跟了你好不好 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成心一把抱住丽娘 好 丽娘和成心成亲了 没有告诉左邻右舍 不过成心却也住进了丽娘家 弟弟攀驳对成心有些抵触 可是每每看到成心和蔼的笑容 她的心里便会多了一些一样 在成心的帮助下 丽娘的生活很快就回到了正轨 不过没多久 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丽娘有些恐慌 成心安慰她说 放心 孩子以后跟我信 丽娘十分感动 更让她开心的是 成心不但不反对她帮扶弟弟 还支持她加大力度 丽娘觉得 自己终于找对了人 于是更加卖力地干了起来 每当她累了的时候 成心总会鼓励她一定要努力 为了弟弟的美好生活 丽娘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忙活 日渐消瘦 生下孩子没多久 她就重新开业 心里只有一个执念 要让弟弟过上好的生活 每当她这么想的时候 成心都会在一旁兴奋地笑 弟弟攀驳想要劝丽娘休息 她却说 没关系 为了你 姐愿意 话是这么说 可是丽娘的身体越来越差 精神却越来越亢奋 就像中了血一样 贪博隐隐感到不妙 尤其是在看到姐姐卖力干活 姐夫成心在一旁努力加油 眼睛里偶尔会泛起 红光的怪异景象 贪博上过学堂 不仅会读金石子琪 还喜欢读一些奇闻异志 里面总会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 贪博心有所感 他听闻三十里外的南山关 有一个道士 专门替人解难 于是 贪博就独自一人去了南山关求助 听了贪博的叙述后 道士说 此时必有协议 我与你走一趟 等到了贪家之后 道士看到后院有红光闪现 他一直到 后院住着何人 贪博回答 正是我的姐姐丽娘 道士说 快走 贪博和道士走到后院 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丽娘在卖力地做着烧饼 诚心在一旁兴奋地手舞足蹈 目露红光 面容甚至有些扭曲 道士喝道 妖孽 安敢在此害人 诚心一看 立马想逃 道士指向诚心 说道 出 一道白光立即飞向诚心 道士在念 震 诚心便被震住不能动弹 道士双手掐绝 赤道 解 诚心魂飞魄散 一道红光一闪而过 化为无形 此时 丽娘却突然倒地 贪博急忙跑了过去 抱起丽娘道 道长 快救救我姐姐 道士看了一眼丽娘说 无妨 只是精神虚托 去抓点安神的药 休养一段时间吧 谭博把丽娘抱回房 向道士询问道 道长 我姐夫 不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道士回答 那个东西叫射心妖 能看透人心底的预念 并以人的预念为实 预念越胜的人 越会被他蛊惑 最终精神被西使一惊而死 三天之后 丽娘悠悠转醒 谭博把事情告诉了他 丽娘这才回过神来 原来 是他心底里的预念害了他 忽然 丽娘抽气了起来 谭博卯问 姐姐 又是如何了 丽娘回答 我对不起你姐夫 谭博知道 丽娘说的是许三 她说 姐姐 姐夫是个好人 你去找她回来生活 毕竟她是孩子的父亲 丽娘道 她会原谅我吗 潘博说 会的 将身体休养好后 丽娘抱着上在强宝中的孩子 去了李家庄 她决定向许三认错 即使下跪也要求她回来 丽娘找到了许三家 正当她要把孩子递给许三时 屋里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夫君 谁来了 话音未露 一个女人挺着龙起的肚子走了出来 许三急忙跑到那个女人跟前 搀扶着让她小心点 丽娘顿时如雷鸡顶 原来 许三在回到李家庄后一蹶不振 是她现在的妻子惠娘帮她走出了低谷 许三十分感激她 在王老头的见证下 她和惠娘结为夫妻 目前惠娘已经有了四个月大的身孕 许三道 你来干什么 丽娘说 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许三道 我很好 丽娘说 好 说完 丽娘抱着怀里的孩子转身离开 当走远时 一滴泪从她的眼里落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